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大家好 有一些老菩薩們 他們比較擔心 他們覺得自己今生的修行 到臨終的時候 到底能不能解脫 能不能往生極樂世界 不管是我們說 藏傳佛教的淨土法門 還是藏傳佛教的淨土法門 最近都有一些老菩薩在問 也就是臨終的時候 我們會 希望能夠有 西方三聖阿彌陀佛 來接引我們 讓我們往生極樂世界 但是 有一些說法 也就是說 如果我們在生前的修行 不夠精進 或者是 修的有一些不如法 錯誤的話 魔是不是會有可能變成 像山寨版的佛一樣 比方說在 我們所平常觀想的這個 左手右手阿 或者說是法器阿等等 他們有一些改變造型 然後呢實際上它不是佛 來接引我們 而是一個魔 來障礙我們解脫 會不會存在這樣子的情況呢 那麼如果出現這樣的情況 又該怎麼樣解決呢 有些人我們現在 平常在 觀想的時候也好 或者說做夢的時候也好 看到的佛像 觀想的佛像 就不是那麼的清晰 尤其是 尤其是這個有很多時候是 我明明知道可能我們自己認為它是一個佛 但是呢就是看不清楚佛的容顏 看不清楚佛的這個面目 那麼如果這樣子 又看不清楚它的面目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判斷 跟著它走 是不是能夠得到解脫 能夠往生淨土 那麼 在這邊先跟大家說一個故事 這個故事應該很多人都聽過 就是狗牙也可以變成佛牙的故事 在八楚倫墨切的時候寫著這個大圓滿千行陰島文 裡面呢提到過 在西藏 有一個老婦人跟他的兒子相依為命 那麼兒子呢經常到印度去經商 從西藏翻山越嶺到印度去經商 那麼那個老母親呢就對他兒子說 這個印度金剛座是 釋迦牟尼佛成道的這個地方聖地 所以呢你一定要從印度給我帶一個 作為能夠鼎禮 供養的這樣的一個對勁 不管是捨立也好啊 或者是什麼樣的殊勝的加持品等等 能夠讓我供在坦誠 供在佛前 讓我做為一個恭敬的這種對勁 那麼這樣子嘱咐過很多次 但每一次兒子都忘了 因為可能在兒子心中 這個不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所以呢每一次回來總是忘記 最後有一次呢兒子又準備去印度的時候 這個老母親又跟他說 就是有點生氣了發活了 跟他說如果你還不給我帶一個 可以作為鼎禮供養的這種加持品的話 我就在你面前自殺 我就死給你看 就是類似有點半恐嚇這個樣子 那麼同樣的這個兒子呢又去了印度 去經商貿易 當他自己的東西自己的事情都做完了 該買的貨物什麼都買完了之後 回來已經到了快到家門口的時候 才想起來又忘了母親所交代的事情 這個時候他就想該怎麼辦呢 前幾次已經一直在忘記 這一次母親又非常的嚴厲的 有點恐嚇式的來這樣子說 那麼他真的很怕母親會想不開會自殺等等 這樣子兩手空空回去實在是沒有辦法 這個正在他很不知所措的時候 他左顧右盼發現了剛好路邊有一個狗頭 也就是這個屍體的這個骨頭啊 狗的這個頭 然後上面還有這個牙齒 所以呢他就把這個牙齒 狗的牙齒拔下來 然後擦洗 在河邊擦洗乾淨之後 用非常漂亮精美的綢段 哈打把它包著 裹好之後呢回去交給母親 就跟他說這個是佛的牙齒 那麼希望你好好的呢 作為祈禱的對勁 好好的這個來鼎禮供養 祈禱 那麼老母親呢 的確以為這個是狗牙是真正的佛牙 所以他升起了很強烈的信心 所以呢就是經常的鼎禮啊 供養 等到老母親最後 然後還沒有 老母親因為這樣不斷的修行 這個狗牙呢 旁邊也長出了很多蛇蠟子 我們現在很多 周邊的很多修行人都知道 真正的一些蛇蠟也好 我們就是供在彈城上面 就是上面放一些帳紅花啦 那麼這樣的話 有時候會長出來更多的蛇蠟 同樣的這個狗牙 實際上就是一個狗牙 那麼它也長出了很多的蛇蠟子 等到老母親往生的時候 那麼天空還出現了很多的彩虹啊 等等的銳像這樣子 那麼這個並不是說這個狗牙本身 它本身有這樣子的加持 而是因為老母親她自己有強力的信心 認定她這個就是佛牙 那麼所以呢 得到這樣子的這種殊勝的 不可思議的加持和成就 那麼我想這個故事講到這邊 對於我們剛才上面那個話題 應該聰明的人就已經知道我下面要講什麼了 就是在藏傳佛教的修法當中 很多時候呢我們會教導弟子們 要把所有的一切不管是好的壞的 你眼睛所看到的聽到的都要講成是 如果以上師瑜伽來說就是想成是上師 如果修這個身體次第的本尊來說 就是觀想著你主修的這個佛菩薩的樣子來修持 那麼舉例來說 我們今天如果是修上師瑜伽的話 上師瑜伽的話 今天不管聽到好的聲音 觀想成上師的這種法語法教 甚至是別人的批評 謾罵嘲笑 也要想成是同樣是上師的祝福 上師給我們的消業障的方式 那所有的眾生不只是我們喜歡的 或者說一種平常不認識的 哪怕是傷害我們的眾生 甚至是一個蚊子熬在吸血的時候 也要去觀想成這個蚊子就是上師的化身 他來讓我們做布施來消我們的業障 不只是在順盡的時候投入佛法 在逆緣或者說這種不好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同樣是要想到是上師是佛的加持 當我們能夠把這種心念擴展到遍及一切的時候 實際上在佛的境界當中 本來就沒有好壞的差別 一切的眾生都是平等 甚至可以說沒有佛跟眾生的差別 一切都是清淨平等的 只有在明跟物是迷惑物之間 也就是說迷惑還是開悟之間的這種分別 我們眾生現在就是無明的迷惑 而有這樣子的分別 那麼所以這個本來就是它原始的法性 當我們藉由這樣子的修止 或者說假設今天不是修藏傳佛教的 同樣的我們今天哪怕是修淨土法門的 修阿彌陀佛的 好 我們就是一心專念佛號的時候 不只是我們在打坐念佛 不只是我們在佛堂專心的念佛號的時候 才要想到佛 而是應該要擴展到每時每刻 行住坐臥 甚至是有人在傷害我們 有人在批評我們 或者說有一隻狗在對我們吠 在對我們叫 或者說有蒼蠅蚊子我們討厭的生物 在我們身上傷害的時候 你同樣要想到它就是阿彌陀佛 是阿彌陀佛的一種化現一個加持 為什麼要這樣子的熏陶跟練習呢 這樣子的話 當我們臨終的時候 如果我們的這種篡息足夠深 哪怕是一個魔化現成佛的樣子 只要你認定它是佛 那麼它一定就是佛來加持 就像我們剛才說的 重點不在於這個牙齒到底是狗牙還是佛牙 重點在於說你到底相信它是什麼 當你相信它真的是佛的時候 自然而然的佛的加持佛的智慧佛的大悲 是不會有任何的障礙跟界限的 當我們有信心能夠無限的開啟的時候 佛的加持它的這種能量自然而然就會流入 融入這個像我們剛才前面講的狗牙當中 同樣的假設它是一個魔 在臨終的時候顯現成佛的樣子 我們不知道判斷它本來應該是左手拿 假設觀世音菩薩的話 可能本來是哪一邊拿兩柳枝啊 哪一邊拿這個淨水啊 結果它好像這個山寨百雅倒了一個個兒 然後換了一個方向 這個有沒有關係的沒關係的 重點在於我們的信念 你只要相信它就是你對信仰的那個佛 阿彌陀佛也好 觀世音菩薩也好 那麼真正的佛 在法界當中的佛菩薩 它不會因為形象而有所障礙 所以在藏傳佛教當中 有很多的佛藏法 有很多的上師們 他們從鏡像當中取出來的法 每一尊佛菩薩的像 並不一定都是一樣的 甚至可以說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但這個並不違背佛的它的這種本性或本質 為什麼呢 我們說觀世音菩薩它可以祈求牽出現 它為了度化所有不一樣的眾生 它可以顯現成各種各樣不一樣的樣子 那麼為什麼它不可以顯現成魔的樣子呢 它為什麼不可以顯現成一個狗的樣子呢 當這個佛它要度化地獄到眾生的時候 它就會顯現成地獄的眾生的樣子 當它為了度化魔的時候 它就有可能顯現成魔的樣子 所以重點不在於佛行現到底是什麼樣的形象 而在於我們的信心 當然這種信心 我在這邊最後要強調一下 並不是我們用意念 這個醒的時候的這種意識 而是必須要非常非常的串襲到我們的深層式 到我們的心坎裡面 到我們的骨髓裡面的變成一種融入 我們說醒的時候的修行有十分 你在夢中的時候修行只有一分 當你夢中的修行有十分的時候 你在臨終的時候才有一分 在臨終的景象很恐怖的出現的時候 這個時候我們為什麼剛才一直在強調 不只是大家平安快樂 很無用無力的時候才要修行 更多的時候在遇到逆性 或者說有人批評謾罵 甚至是傷害我們的時候 還要去把它想成是佛 因為在臨終的時候 我們自己的習氣 過去無時輪迴以來的染污 會導致讓我們在這個時候 的很多惡習會不斷的陷前 如果我們的心念串襲的不夠 這個時候我們很難在這個境界的時候 還想到佛 我們只會想到要逃跑 想到害怕 想到恐懼 或者是想到要對抗 我們並不會想到要去融入 這種佛的這種法性當中 所以這個就會導致我們不斷的輪迴 而錯過很多很多次解脫的這個機會 因此在生前我們還有機會的時候 一定要把這種信念串襲到非常的顯熟 尤其是那種對於逆境當中的 對於傷害我們的友情眾生 或者是事情上面 也要把它想成這個就是佛的加持 佛的射手 這個就是佛度化我們的一種方便 為我們消災解惡的一種方式 只有這種不斷的串襲 在我們臨終或者是中陰的境界當中的時候 才有可能變成一種自然而然的本能的反應 那麼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臨終就很容易得到解脫 那麼今天簡單就是跟大家分享到這邊 感恩大家 阿彌陀佛